欢迎来到《妄想世界》 今天来讲一下美国华人抗议租金太贵 在纽约那里有二百多名华人出来说 租金太贵了 他们在哪里抗议呢? 在黑石集团大家都知道 在内地有很多房地产项目 也在全球也有很多房地产物业 当年金融海啸2008之后 他们立了很多房地产 这间公司真的非常厉害 他们甚至有一队团队专收拍卖的房子 一个星期左右 一队团队把房子翻新了 又再出租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说 楼价不值钱啊 这个楼价会跌到零啊 那些其实真的多鬼余 我这个台上讲一些现实一点的东西 生活上投资的智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真的买过很多不同的物业 因为你要体验过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开始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买房子 那都是一间一间买 你慢慢就发觉 你想的东西是跟别人不同的 我开始也是在想 喂 会不会是房地产泡沫啊 会不会是大跌啊 或者什么等等 但其实你们等楼跌是没用的 我想说 那为什么呢 记住订阅啦 分享 那我慢慢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体会 那很多人都说 就是房地产有个泡沫啊 等等 那说 喂 跌完会再跌啊 有时间跌啊 那其实已经跌了啦 10-20% 其实有些 视乎什么地区啦 舊的楼跌多些啦 新的跌少些啦 但是还是跌啦 你说还是跌啦 但是有些人就想着 你会跌六七成啊 或者跌到零啊 这样 其实跌到零的几率是零的 可以这么说 就算甚至打仗呢 它也是有价值的 OK 也不是没试过很多时候啦 极端状态之下 那楼市是周期的 那跟股票一样啊 但是如果当时你拿来买股票呢 股票是可以跌到零的 即是一家公司是不赚钱的话呢 它是没什么价值 不赚钱又没有概念 又是没什么价值的 但是楼的价值就很简单 只是住而已 最基本的就是住啦 那么人的基本需求就是 最好就是越住越大呀 越住越漂亮啦 这些是基本的常理来的嘛 那么你赚到钱之后 那你拿来做什么呢 除了喝喝吃吃之外 就是住好一点啦 这个是合理啊 就算你不买 你也要租的啦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是一层楼都没有呢 你没有可能去股空的 就是你不买 就是股空啦 就是你纯粹去租的话 但是一年呢 就是普普通通啦 你不是很大的 两房啊 住市区那些都要差不多两万元 那你一年已经没了二十多万了 就是租金啦 那你长远来说呢 你一定输的 还有呢 今天要讲一件事呢 我看了一段视频 有人讲呢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之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买楼是不对称的风险 那你买楼有个风险啦 譬如你一千万的楼 你买了 可能跌两三百万啊 变成七百万啊 你有这个下跌的风险 那你买一千万楼 最多就跌到 可能 跌了九成了 只剩一百万 OK Let's say 但是你上升也有风险的 就是你不买的时候 他可能一千万变成两千万 很多时候 不是没见过的 你说 有没有可能 一千万再升到两千万 那你去想一下 当年 我经常都跟人说一件事 当年幸花村 一层楼都是五六十万 买进来 嘿 升一倍变成一百万 那些人就会说 没有可能的 神经病 你怎么可能再升多一倍啊 然后去到二百万 三百万 四百万 一直上升 这些可能性 不是少的 是很多次的 你跌的话 最多跌100% 一跌都不用钱了 任你收拾了 就是你签个名就有了 但是你上升也有无限的风险 是不对称的 那个风险 就是你上升的时候 那个风险是不对称的 大家留意这件事 还有租金呢 你看到呢 是有实质需求的 大家不买楼住呢 hold住呢 他也是要租的嘛 这个经济活动不是零的嘛 大家也有看很多YouTuber的影片 就说 哇 香港又差得不得了啊 结业潮等等 但是我想说 看这些业潮是没有意思的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 除非你是铺位的业主 那你会关注这件事啊 但是你如果根本没有想着买铺位的话 你关注这些铺位倒下来 有什么用呢 第二 你也不会在铺位里面的生意 的雇员的话 那也不关你事啦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呢 有些东西是关我们事 我们要关注 有些东西不关我们事 其实是不需要关注的 根本是两样东西来的 总之商业物业呢 是高风险的 写字楼下那些都是高风险的 也我们是做不到的 有时候你几千万 或者过亿 一个地铺 我们根本是不可能买到的 其实也不关我们事 就算它便宜一半呢 都不是那么多人可以买得起的 根本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以这么说 但是一层楼 一个简单楼 几百万至千多 两千万 其实是大部分人呢 都可以affordable的 的range 但是你又不去买呢 其实你是不是面对楼价上升的风险呢 因为楼价也有上升的风险呢 但是那些人说 不会的 没有可能的 一定不会升的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还没上车呢 真的 为什么我留意到呢 因为我基本上 我一直都是有做教育的嘛 那我看到 我第一 就是 我刚刚开业到现在 第一批那些学生 才是开始 是上车 就是六六属上车啦 另外我太太那边的亲戚 下一代都开始上车了 因为他们差不多年纪呢 是结婚啊 生小朋友啊 计划将来啊等等 那很多人也都说 喂移民啊 那些有钱人都走了啊 或者什么 当然啦 移民是受影响的 但是呢 也都是那句 有人来有人走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也都有人说 哇这些店铺很多汁啊 那些经济很不行啊 那我想说呢 为什么那么多食肆汁呢 就是因为当时呢 两三年前呢 就很多食肆开去 因为经济是不好呢 大家就想 喂不如开食肆啦 最稳妥的 那同一时间呢 有很多人出来做生意 例如呢 就譬如最多就是两送饭 那好像我自己的店铺附近呢 就是有一家也是两送饭呢 那有一家呢 就做了很久的 那到现在都还在做 跟着呢 对面街呢 就突然开了一家两送饭 可能呢 他们觉得呢 就很容易做啊 因为他可能还没做过一行 或者觉得很容易啊 都是做了些菜 都拿出来的 但是 你会发觉呢 做了大概三个月左右呢 那家已经做不住了 那家 所以很多时候呢 一窝蜂去做一件事呢 就是这样了 就是当经济突然间 转向的时候呢 就很多新孩子呢 一出来做就做不成了 就是好像我们的補俠中心也是的 很多人跟着去做 但是做了几年就做不了了 那所以 很多时候呢 嗯 结业是正常的 因为有些是做得不好啊 或者没有竞争力的那些 就是很正常的 另一个 就是最常见的呢 就是生果泡 我最记得几年前呢 突然间经济转叉呢 又是无端端 很多人呢 就做生果批发 无端端的地铺呢 就做生果批发啊 做些 不用很多加工啊 人工不需要那么多的公司 以为很容易做 那又是呢 商计结业了很多 那所以 就是商业社会 就是太肉流强的嘛 我经常都说 若果你真的想要发达 真的想要创富呢 做生意的其中一个最快的方法 那便立刻有人就会在那里博了 哇 很多人做生意 又破产啊 又不行啊 那但是你会不会 倒转去想啦 若果你不做生意 你怎样可以赚 过千万 几千万呢 因为你可以很简单 你算到数 现在好像买了跑道区那些 多数都是自己做生意 要不然怎样会有那么高的薪 那接着 第二样就是说 喂 你可能要赚到那么多钱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中落合财 但是中落合财 都可能只有千多两千万 根本都不够买一层楼 你又知道那些楼升得多夸张 那所以你逆向思维呢 其实你只要你做生意 很多人都说只有5%生存机会嘛 但是你5%呢 已经比中落合财 是高很多很多倍的 而且我根本自己本身都是做小生意 都不是说特别大的生意 好了 觉得有用呢 暂停分享给朋友 那我是patreon